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么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上海盗船 首款单条30Gb容量的内存的开箱说明 啊对了没错啊 这次呢 终于突破的技术限制 达到了单条容量30Gb 这款内存呢 它是新屏来的 才刚上市没有多久啊 只有2666还有3000屏 两种规格可以选择 目前的京东数价1189元啊 那么呢 你要生产单条容量30Gb的内存 需要有最先进的生产工艺 比如说第三代的10nm技术 所以说它可以做到 单个颗粒2Gb的容量啊 那么呢一条内存上面有16颗颗粒 16x232Gb 所以说单条32Gb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呢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最新技术的单颗2Gb的颗粒 它是来自于美光的啊 BDIE的啊 16Gb的颗粒 这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而且还是CL16的延迟啊 我这个截图呢 是单通道的测试 结果并不是双通道的 那么呢 上一代技术呢 是单颗颗粒1Gb 那么呢16颗乘1啊 就是16Gb 所以说上一代啊 最大容量单条16Gb 那么呢 这样的话 在ITX平台上两个插槽 再来的话 就会做到64Gb的容量 如果在啊 普通家用平台上 4条内存插槽 4×32 就可以做到128Gb 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呢 第一个推出32Gb容量的内存呢 是三星 它是第一个有这种技术的 那么呢 第二家呢 是美光 它也后来居上啊 所以说海盗床呢 7月份宣布 推出单条32Gb容量的内存 那么呢 第三家呢 是海力士 海力士呢 它在上个月底的时候 宣布啊 即将量产这种34Gb的内存 当然目前京东还是没有看见啊 还没有算价 其实呢 我还是比较期待 只起初32Gb容量的 皇家机压换光机 那么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硬币 收藏加关注加分享呢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